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城市卫视 我是您的主持人小洛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 大家都知道 圣盖博士是一个深受老移民喜爱的一个城市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圣盖博士前市长 现任市议员Tony丁丁言喻市议员 到达我们的这个采访现场 您好 观众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 您好 听说丁市长其实在从事这个政治生涯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您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要选择圣盖博士 从事您的开始您的这个政治生涯 其实我的讲起来 刚来美国从来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前 我从上海较大毕业来到洛杉矶 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市议员或市长 不过呢 其实二十多年前呢 我就开始从事呢 就是说要会华人发声的活动 我们叫美国华人政治联盟 支持华人的候选人呢 去参政 然后就是支持那些愿意为我们华人发声的 其他主义来找我们的背书 那么这样的话 他接下来我们与关于华人的事情 他们也可以来为我们服务 这是两个我们这个组织的mission 那从来那时候从来还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市议员 那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经常讲 就是他们这些被选上的或者被选的是一个红花 那么需要有绿叶的春托 我们就是这种绿叶去称托这些候选人 或者是被选上的 那那么但是到了2019年四年前的时候呢 我们城市呢要重新选举 那么有两个位置 就像今年一样有两个选择 那么两个选择呢 没有 当时应该有其他的一些候选人也有 大概有五位 那么加上最后加上我呢就变成六位 是我是唯一的华人候选人 好因为因为没有华人 他们就是说我们的这样政治联盟 然后其实社区朋友都是鼓励我去参政 他说你既然是这样鼓励别人 那你为什么不去自己呢 那在大家鼓励下我也去 然后我面对的两位 是在我们城市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市议员 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我是受大家的鼓励 让大家就是社区呢 其实从我的选举啊 是希望也是也看到了 我们华人真的愿意出来投票的话 会改变局势的 那我们鼓励很多华人原来是成为公民以后 没有去register 那么鼓励他们去register 那么register以后就是登记投票 然后还要鼓励他们去投票 OK 而且我在竞选里边 尽量是总共是要跟他们要投我一票 但是如果说对我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的话 我都鼓励他去投票 因为你的投票的提高 人家才会尊重你嘛 那这个在大家鼓励下也在这四名的 真的我特别我想力量多的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愿意出来投票 我得了两千多票 但是我赢对手是14票 就说明每一票都很重要 这个我是很骄傲的可以讲 我的势力是一个可以鼓励很多华人出来参征议政 只要你有这个意愿 这个都有机会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 盛盖博士本身就是一个老移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城市 那么在您任职期间 其实为整个市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看到您有特别的在这个财务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么您觉得为什么财务这块比较重要呢 那一个城市的建设一定离不开财务 你财政不好的话 你做什么都没办法说 对不对 你巧夫难为五米之吹啊 你没钱你就没办法做事 OK 那需要就是说一个budget的balance 那我们城市就像你讲的是很有历史 其实很有历史的意思的城市 我们的城市叫slogan叫city with a mission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mission是177年就盖的 是有原住民和西域的那个当时的居民建的那个教堂 那比美国立国还早 那么在我选举当中 因为也学到了这么多的我们城市的很多的很好的就是很有值得发扬的历史 那我对我来说更对这个城市更爱上了这个城市 那么那么讲到财务上面 因为在我选举之前那几年好几年我们都有财务亏损 有一年是最高的是有两百万的亏损 那么当我就任以后 我就是用我们华人的做法 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交大毕业的 作为engineer的一个做法 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city manager 在估算那些就是我们收入的时候保守一点 不要估算太高 就是你估算的比较合理的保守的有收入多少 那估算支出的时候就是估算是你可能是最大的支出 有可能的不要去忘记到时候来补上 我说还要有这种支出 在这个你大家都如果明白在财务上面这样的话 你做完一年的话 一定会有多少比你的预算一定会多 你这样做出来预算的budget是可以balance的话 那到时候一定会有更多的盈余 那果然是这样 那第一年2020年我选上的时候呢 我们城市的亏损就减少到50万 那2021年就开始有盈余 然后直到现在 我们我当时还讲了一些 就是我们还没有 当时2020年选上的时候不仅是亏损 还没有就是说预备金 叫reserve fund 那么作为我学的财务原理的说 一个不管是公司也好什么样 你总归要最起码的要17%的盈余 不是reserve fund 要放在那个城市里面 那我就也给我们市经理的市政经理呢 也有这个direction 那么它确实是 其实到21年就做到了 那么到现在呢 那个我们的reserve fund 现在刚两三天之前的市议会 他们财务报告呢 今年我们可能的 也是继续是有盈余 再加上我们的reserve fund 有将近41% 所以但是这个财务 如果有这41% 我也不能是随便乱用 因为我们城市有很多的建设 需要有这个财务 那么我们修路了 那么我们城市的修路 而且这几年我们又盈余又修路了 那么修路的指数呢 从以前的指数的52 那么现在turent的已经到85 22年我市长任期的时候 已经82了 周围的城市基本上很少有80的 基本上好一点的70 那洛杉矶市洛杉矶县 大概平均也就60% 就是不是百分之 就是数字是百分之叫 这个60几了 它这个数字叫PCI PCI是什么 paving就是修路 condition index OK 那个这个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一个科学的 可以去estimate你这个城市 但是呢85并不等于说 一定是完善了 我们需要有可能有些角落 有些道路可能还是需要 有这样去长期的维修 那么因为我选举之前 其实我为什么可以有机会 让那个我们城市的其他市议员 也愿意support我们修路呢 因为我真的 我把这个声音带到了 就是说我们城市 我那时候去跑的时候 大部分的地方 大概25年没有修路 有些地方他们说 他已经住了45年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寒义的 那他说他住这边45年 都没有修路 那我就把这个声音呢 带到市议会 那么市议会听到了这个声音 也愿意就是从玉山上面 拨款给那个就修路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 public work也读了good job 他们用的material用的方式呢 也是比较省又省钱 又可以覆盖大面积的 该修的路 那么我们是用 跟以前的预算来说 有balance以后 然后也修到路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四年做完是有这个 给选民的promise的 有做到了 但是我不想要 就停在那边 我们要继续努力 那不要再来一个 25年没修路 不要再来45年没有修路 希望变成是 修路是一个 我们城市的常态 那一直为 如果你好的路 各方面 当然居住环境也好 商业也愿意进来 就到我们这边来做生意 那么大家也愿意来到 我们有名的 Sangeville市来参观 而且我们Sangeville 如果再讲多一点 我们还有两个 有名的旅馆 那可以特别是 在亚洲来的 东南亚地区的 华人来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现在 都比较乐意选到 我们Sangeville的 这两个有名的旅馆 来住 然后还参观 还可以有好的 传统的亚裔的食品 可以吃 所以我是希望 我能够再希望 就是说选民们 再给我四年 让我们Sangeville 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听完您刚精彩的分享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 我们叫City Council 很重要就是要有一个清晰的逻辑 我们的钱要用在哪里 能够剩余多少 可以用在其他方面 其实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选择您 选择了就像是一个 亲属一个规划师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城市 将来会有什么样的规划 那么除了您刚刚提到 对于城市道路建设的规划 包括您这个整个城市的 居民的规划之外 我想听一下您关于 这个社区 毕竟老移民比较多 那我们也非常在意的 就是公共安全这一块 您对于公共安全 您觉得从过去到 未来您将要继续行走的 这四年 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提高的 改进的 是 接下来四年 公共安全也是我首要的 要跟市民保证的 要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pandemic之间 那么仇恨犯罪 或者其他的犯罪 都有提高 那有些可能数字上 可能看的不提高 是因为呢 就是说一些数字上面 是有点误导选民 误导居民 因为有些是 就是本来是应该属于犯罪的 那现在的missure meter 就你看上去 是要犯罪率低了 但是实际上是 我们大家 有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这些犯罪率 实际上是 其实是特别是 那个shop lifting 就是零元购 这个事情是发生的 还是蛮多的 其实我自己本身看到我们城市 我经常去shopping的那个super market 就是有一个其他主义的 OK 就是一进一出就拿走了 那经理就跟我讲 没办法 那我是希望他们报警 但是某华人都喜欢 西市民人人 就不愿意报警 但是我还是帮着 因为我那时候赶着别的事情 我也帮着报了警 那么等警察去了以后 那个人也跑掉了 所以也没办法去 真的是执行到 其实我是还是鼓励华人的 你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尽量及时报告 我们的警察局 我们警察还是会去 该抓的要抓 那至于Condy 那么他要不要 给他起诉他 那是跟我们现在的DA有关 那么我们城市呢 应该是如果没记住 2021年呢 我们通过了 就是no confidence for 我们现在的DA 这就说明我们城市 是注重社区安全的 然后呢 我们在那个23年 应该是去年 我们也通过了一个 就是说我们城市 对于那些小的语言 来自因为是民人 如果我们县的DA 不起诉他的话 我们城市有拨款 就是有个预备金 在那边是要起诉他 OK 对我们有通过这样 这样通过我们并不想 要用到这个钱 并不想真的要 有这种机会去起诉他 只是就是说 因着我们通过了 也是给这些犯罪的人呢 是一个震慑作用 你如果到了我们城市来 我们要起诉你 至少要让他有个 你犯罪是要有代价的 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要有一个惩罚性的代价 因为我们对于 如果说按我们现在的 如果太保护犯罪者的话 那受害人怎么办 受害人 最后像这些厂商受害的 或者居民受害的 最后还是我们所有人的买单 那所以呢 我们城市呢 是很注重社区安全的 其实再告诉大家一个 希望这一次呢 我们在选票上面 有很多的proposition 或者很多的其他的议案 不一定是 选某一位的职位的 就是我们加州有一个议案 就是 就是修改以前 47号法案的 造成那些 就是说 变成好像很容易的 倾毒犯罪 都没有起诉他 那么现在的就把它 有一个amendment 就是修改以后 像这种我们还是要 该要起诉的还是要起诉 但是我也看到他里边 也有很好的 就尽量就是让那些 如果真的初次犯罪的 或者一次两次的 那么尽量疏导他们去 因为他们一些是 mental health 或者是drug user 这些 给他们有机会 毁过世自新 那么减少 去监狱的机会 也是为了 纳税人的省钱 那就是这个修改 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 就是刚过的周二 我们整个市议会 就是通过了 支持这个提案的 我们的城市的法案 就鼓励我们的城市的居民 就是支持36号的提案 让我们的社区更安全 那这个是大的 这个跟州法的有关的 那么至于在具体的 对于我们自己的城市的话 那我更鼓励大家守望相助 居民们尽量办一些 这个英文叫block party 就是说你这个社区 经常有一个barbecue 或者是parlock 聚一聚 邻居们可以相互熟悉 那么就是 叫做守望相助 因为守望相助 也会真的觉得对你的 绝对是对你的社区 是有安全有保障的 这是居民们自己的互动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也这种活动 也尽量鼓励我们警察 去听一些市民的反应 那么本身警察 我们警察局呢 也是定期的举办一些 跟市民沟通的 一些早餐的咖啡啦 就是让居民呢 有机会呢 如果说对于自己的社区安全 或者其他需要帮助的 那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警察 有就是交通交流 其实我们华人 或者亚裔的话 都团传统都是 比较怕警察 对 开句玩笑 小孩 这个不乖的话 每次说 我找警察叔叔来 对不对 对 这个 但是其实在美国 警察是 为我们市民服务的 就是说 只要你不去犯罪 不用怕他 他是为我们服务的 OK 他会来听我们的声音的 跟我们社区是愿意有互动的 那么我们城市呢 目前警察里边呢 也有双语的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希望更多的提升 我们警察局里边的双语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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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应该是会对我们 不是可能的 应该是对我们 这个华人社区呢 是有更好的帮助 就能够更好的理解 就是说 我们这个警察 是我们为民服务的 那么还有就是说 我们也经常办一些 就是说 我们消防局也经常办一些 就是每一年办一个消防日 让居民们 特别是带着小孩 去看着 那么消防局是怎么运作的 那些消防栓啊 那个甚至于怎么灭火的 那让小孩也可以 从小有一个 对于这些的安全 不光是 警察是我们社区的 就是公共安全 这个也是 就是 Fly Department也是 one of the公共安全 就是怎么样减少 着火的机会啊 或者其他一些 可能会有的一些 就是说 灾难性的事情 我们怎么 如果发生灾难 我们该怎么样 及时的反应 那所以 这一方面具体的话 我会 另外的四年会继续 这个会来跟我们市政经理 沟通跟这些 我们的警察局长 或者消防局长沟通 怎么样让我们社区 更安全 我们不能就是说 站在现在认为安全了就好了 不行 我们还是叫什么 防围杜鉴 对吧 OK 就是防火以为未来 OK 就是说 这个希望能够就是说 最好是主动的 就是去做这种准备工作 而不是说事情来了 再来解决 那这样的话 就是真的有事情来了 你就会就是很有 就是说信心 很有一个次序 去做到怎么样一个 很好的公共安全 我刚刚听完您介绍这么多 关于公共安全 我都已经被打动了 您从不同的层面上 咱们玩高了说 就是从政府官方层面上 你已经做好了保障 市民是有你们的保障 其次呢 就是到了 咱们可以说是民间吧 是 民间层面上面 守望相助 对 那又到了这种 大家相互聆听 相互交流 以至于说 从小就开始进行 科普孩子们 对 去有这种安全意识 是 我觉得您作为一个市议员 或者说是我们未来的 这个市长 候选人 您都是一个非常有条理性 或者说是未雨绸缪 先把事情做在前面的 一个前瞻者 那么除了安全 安全这一方面 那您如果说在未来的 三到四年之内 除了安全设施方面 您觉得还有什么是需要你 比如说城市建设啊 环境规划啊 您有什么样的这种想法呢 是 城市建设呢 我们本身城市 最近是做了很多的建设 到22年的时候 我是市长的任期之间呢 我们总共有19个发展项目 大部分是叫 叫Mixed Use 对不起 这个Cut一下 Mixed Use 那个 就是说 商助两用的高楼 因为本身 从一个要大环境来说 因为我们州政府 要求我们地方政府 必须要就叫 叫Rena Number 就是说你 那个多少年之内 应该这八年还是十年之内 有一个 就是分配额度 你们城市要增加 多少个 就是说新的房子 新的或者是condo这些 那么我们城市大概有 如果没记错的话 有三千多 这个要有增加三千多个 这个unit 那么这19个project 确实是对我们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我们多年来 这几年来都是 从州政府来说 我们都是 就是跟州政府的要求的 是有吻合的 是做到的 因为它其实它是 对没有做到的话 它讲起来 是有一些 financial的 penalty的 其实对于这些 我并不赞同 我是希望州政府要 除了要求我们要做到以外 也要从财务上面 来支持我们地方政府 这是 而且我有些事情上面 对于建房的一些各方面 我希望是local control 就根据我们市 我们城市的特点 要可以让我们有 我们市议会 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 不能说像你州政府 所要求的一道切 这点是我也 就事论事 我该讲的要讲 我甚至于在 跟其他周围的城市 大家有共同理念的 我们都会 都是有把这个声音 发出去给我们的 这个州议会的议员 希望他们能够听到 我们的声音 那么这个发展呢 就是说我觉得 特别对于我们现在 在我们城市里边 也senior比较多 那么甚至于你这个 就是相对年轻的 三四十岁的那些 他们有个family Mix-use有好处 你楼底下是商家 就是你比较方便的去 你可以去小饼 可以去买东西 就不用开车了 那这样的话减少 就是说这个城市的交通的问题 相对就会有帮忙 那么也帮助这个 叫做环境保护吧 然后呢 这些城市 这些建筑呢 我看我是很谢谢 我们的城市的 那个designer commission 就是设计的commission 然后我们planet commission 他们也帮我们watch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大部分 他们这些建筑 都是有保留我们城市的特色 那特别是我们城市特色 特别也反映了一些 西班牙的建筑 还有原住民的一些建筑的特色 甚至于像我们城市 有很多日本的移民的后裔 他们在我们城市 做生意都100年以上了 就在Sangaybuburua上面 如果你们接下来会将近 会看到一个新 一个大的blocker 有商住两用的 楼上有200多户 楼下是 目前计划是 有一个就健身房 再有一个是supermarket 但是supermarket呢 我们有个要求 因为我们城市呢 已经有五个华人的supermarket 我谢谢我们的华人居民多 也谢谢这些supermarket 在我们城市 这样提供我们城市的 居民的便利 不过也要照顾到 有些居民是希望有其他 有更多的选择的一些supermarket 一些其他的主流 有的一些supermarket 我随便举个例子 不一定他们来不来我们不知道 也要希望他们能够来 像比如说奥迪啦 或者是 Chilegeuse啦 或者是Sprall啦 这些 让其他一些族裔的居民呢 能够也可以在我们城市 就可以走到的那些supermarket 去消费 我们虽然我们城市有百分之六十五 将近百分之六十五的亚裔 我们有这么多的华人的超市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市议员前市长 我们要顾到所有的居民的需求 其实不仅是他们需求 对我来说 我也想要有就是其他的一些 supermarket的消费 我可以去走到的 可以有方便的 让我们就是尽量keep我们的local消费 也支持我们城市的建设 其实我对于我们多元化的城市 我因着我们有些 有其他的华人也选上了 首先呢 我们pomore了我们华人元宵的登节 本来我们是 就是说我们城市通过的是 就是农历新年 那么从这两年开始转型 就是变成农历新年的元宵登节 那么未来就是我们注重的是 因为很多人去做了就是农历新年 那我们就是要有我们城市的特色 就登节为主了 就是元宵节为主了 那本来是一天的 那么现在是有两天 所以明年2025年的农历新年呢 你们会看到是我们有两 今年已经有了两天的活动 那明年会有更多更丰富的 这样的多元文化 而且我们这个虽然是华人的登 或者是农历的登节 以华人的文化为主 那但是我们也会放入这个更多的多元文化 像戏约的文化 或者其他的就算亚裔的 其他主义的一些文化 这个给大家展现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也 proud 我们去年刚通过的 就是美国的国庆 7月4号国庆 因为7月4号很多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就决定了 我们7月3号 我们城市呢 通过激励讨论以后 本来我们就要恢复放烟花 但是烟花呢 就是大家就是觉得是一个 air pollution 是一个这方面的 还有各方面的安全的考量 所以去年我们通过了 是drum show 就是无人机的秀 OK 这个得到市民的好评 来看的人 大概将近有一万人 然后我有了这样 大家就是真的 而且很多人都说 我们只有十分钟了 那他说十分钟太短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增加预算 让他们表演更多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也跟我们的安全有关的 那天我们疏散人群 我们警察局的计划 真的很好 就是很快的就把一万人 就是结束以后 就安全地疏散了 这是我也觉得很proud的 OK 但是proud并不等于说我们停留在这边 我们必须要做好完全安全的准备 明年的时候也要做到 要比今年会要更好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对于我们 就是退伍军人 我们就是说我们城市呢 以前是最就是去年也刚刚通过的 就是就是就memory day 和就接下来有veteran day 这个我们都有自己城市的ceremony 去纪念那个特别是在我们城市 住在我们城市的 为我们国家军队服务的那些将士们 特别是已经为了这个牺牲的 我们也要就是说纪念他们 能够记住他们所为的自由的所付出 这是以前我们没有的 也是都在考量这些恢复当中 甚至于我们还通过了就是退伍军人纪念碑 在计划当中已经我们location也是 就是已经选定了是在我们市政府的对面 叫Plaza Park 希望这个等它都够建成以后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一个实体的 就是说可以做一个 去纪念这些为国捐区的将士们 为我们特别是住在我们Saint Gabriel市 其实我们Saint Gabriel也有名的 有一位将军 就是巴顿将军 是 巴顿将军 巴顿将军就是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历史 我们城市真的是很有很多的历史 那么但历史绝对不能 特别是不要忘记这些 保护我们安全的这些退伍军人们 那么其实对我参与的华人的社团里边 我们每一年就一个叫感恩美国的活动 就是以这个叫亚裔权益促进会和 美国华人政治联盟 以及我现在的Saint Gabriel的希望师子会的 我是会长了 那么我们这几年来都有在我们城市 办那个感恩美国的活动 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 怎么样来表扬我们的退伍军人 表扬我们的一线的 就是像警察和FIRE 他为我们服务的 也给他们一种鼓励 也让市民们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 那这个是就是具体的活动上面有一个 但再吹销一个我们城市一个 也是我很 proud的一个项目 OK 因为很多城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叫die rider 很多城市都有 我们城市以前也叫die rider 就是你打电话去 我们对于这个62岁以上的 或者残疾的那些居民们提供的 城市的交通的帮助 OK 那如果说是住在Saint Gabriel 62岁以上 那个然后残疾的话呢 你只要 它温位只要50 cent 50 cent 那么甚至于可以 去到我们城市以外的5米的地方 那么因为我们城市一个 也是一个tourist的城市 那么我也要鼓励大家 就是减少城市交 就是公共交 就是说开车的交通的话呢 我建议了呢 就是相当于Uber 叫Ride S-D R-I-D-E S-D 是Saint Gabriel的意思 你去download这个app 只要你今天 你当时就在Saint Gabriel市 从譬如从Berry到Lastonus 或者从任何地方 要到市政府去办事 你去叫这个车子来 One way One dollars 就是想要promote 减少traffic 也减少air pollution 然后也让 就是来我们城市 旅游 甚至来visit的话 也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 这个Band 其实看上去好像是给的 其实也给每一个 就是说住在我们城市的居民 对他们的亲戚来访的话 也是很好的帮助 那就是 至少我自己 我北加州的叔叔来 这几个月前来 在看我妈93岁了 我也在照顾他 那他就住在 我们Valley的那个旅馆 那他小孩我都忙嘛 就是我就建议他们 适用这个服务 也很方便 甚至他们就一块钱 一个人一块钱 那么他们夫妻两个就两块钱 但是总比我们 再花时间去接他 又有traffic 又方便很多 所以绝对是 我是在做市议员 我尽量是用我是市民 我想要 应该是怎么做的角度 不是我是市议员 要去怎么做 我是作为一个 每当想到我就说 我只是个普通市民 那么既然给了 大家给我的这个权利 我怎么样去从这个角度 去让我们城市 建设的更好 没错 的确是 盛盖博士除了 是咱们的老移民 当然也聚集了 非常多的其他族裔 是 那你也是为了 我们本地的居民 可以有更多 更多元化的资源 也是进行了一些筹备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支持 就是我们的华裔 在此发声 就是有我们的华裔 市议员可以替我们发声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 您也居住在盛盖博士 希望您可以为我们投票 为我们的Tony丁 丁市议员 来为他投票 让他代替我们发声 他不仅仅会聆听 会规划 同时一定会为我们发声 是 谢谢电视机观众们 OK 就是一定要投上 你神圣的一票 那对我来说 就希望你住在 圣格比尔的人 投我一票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主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